我不晓得你的音乐曲上 其实这么的朝日本去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听 很喜欢看动漫 然后很喜欢听一些日常的歌 那有时候他们动漫的 OP啊ED啊 因为你的年纪在台湾 他喊的似乎多了一点 对但韩国音乐我也蛮喜欢听 只是就是现在蛮 但你听的是日本的乐团哦 对就是蛮喜欢的 还是跟你玩音乐本身是比较band song有关系呢 我觉得有 有一点关联 因为其实在后来有加入热音社 然后包括后来有学吉他 然后其实这阵前阵开始有在练bass 所以比较 我觉得他们日团很多 他们的bass都变得 就是很好听这样子 你真的是一个有听band的人耶 就是 因为如果只是喜欢音乐的话 很少去注意鼓跟bass 他们都是主唱跟其他 就我发现他们很多 就是日团的bass我都很喜欢 就是对 所以你在台湾有认识很多的bass手 其实还没有 还没有 我没有 目前就是认识的音乐人比较没有到很多 我觉得 对 才刚出到嘛 这会不会将来你以后也想组个band啊 呃 其实现在因为之后也想要 可能会有想要自己办一个专场演出 所以制作人也有 嗯 嗯 找 嗯 可能 其他弹吉他 或是弹钢琴的人 想跟我 可能 组个团 嗯 这样子 对 那 完备跟一个人 单独的站在上面 最大的差别是 安全感吗 我觉得是你跟 你的 就是 伙伴们 就是 但我们现在才刚认识了 所以 可能还没有那种 革命情感 了解 因为我自己还蛮上网那种 就是你跟一群 工作伙伴 然后你们可能 如果你们每个礼拜巡回巡回了个半年一年 可能就很 有革命情感 我会觉得说 那样的感觉好像不是自己一个人面对台下这么多观众 是大家一起面对 这整 这整件事情 是 像我们刚听那一首歌 可能 如果不认识你 你会觉得 哦 这一张都很摇滚 其实 其实不是这样子 其实不是 对 你这张想传递的信息到底是 要让大家认识你的声音呢 还是 认识你的风格 创作 还是认识你的 什么 你想要传递的那个部分 最主要的会是什么 其实 我觉得这张里面的曲风还蛮不一样 嗯 那 呃 我觉得我比较想传递的是 嗯 让大家知道说 嗯 我的思想 然后我的 嗯 我的脑海中的一个小世界 嗯 那因为 上专辑里的主题 有些可能 比如说 是蛮我 那有些灵感可能来自于 郁文转看 电影跟小说 嗯 对 那我觉得这样专辑就是收录了 我在20岁之前 人生的不同阶段 嗯 可能有些是十几岁 嗯 十五十六 的各种 内心的小世界跟思想吧 嗯 你是常常身 身体里有小宇宙的人吗 我很常陷入自己的 哈哈哈 世界 我朋友都说 就是有时候会开启一个开关 就是突然开了之后 我就是 有点像隔绝于世 这样大家可以理解 为什么你说你国中 以前可能比较边缘人 因为你那个小宇宙一开启 你就会 自己在那个里面 对 而且我自己蛮享受 无视于外边的旁边 发生任何事情 对 哦 后来是走出了 那个小宇宙 对 因为我妈之前还蛮担心 啊 其实因为我可能自己走来路上 她会怕我没有注意到说 可能 人身边有什么 因为她常常会问我说 哎韩飞 你有没有看到旁边那个人 这样这样 我就说 我没有注意到 就是我妈会 妈妈很担忧我 很敏感 对 她会很担心我 就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然后忽略到很多 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 可是艺人本来就有一个部分 是这种 基因的 对 对 是 是吧 不然怎么会有创作出来呢 对啊 对啊 而且她应该是 很爱这个 自己的小宇宙啊 对 对不对 不过这就是牵扯到练一体了 因为你活在这么社群的年代 又这么讲求 你知道 要可以跟人家有engagement 对 还要做很多作品 希望对方可以resonate 跟你有共鸣 那这种一来一往之间 你的小宇宙就会不断的被 被打扰 对 或者是你自己要去适应说 我怎么样跟大家 很open mighty 讲这件事情 对 这个是需要练习的吗 呃 但其实我觉得我有个蛮矛盾的地方 是 我是一个分享欲很旺盛的人 嗯 呵呵呵 那你怎么分享 对 就是我 比如说我IG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 嗯 呃 一个账号叫笔记账 嗯 那我会分享我 看的书 我写的笔记 然后现在它已经变成 我有时候会自己碎碎念 因为我自己 可能自己 我满宅 就自己在家 也没有人讲话 有时候想讲话 我就会自己打一堆东西 然后就 发上去 然后可能就会有朋友跟我互动 什么的 那你就开IG直播不就更快了 可是 哦 我会有时候会开 或者前两年那个什么clubhouse啊 有没有 可是 我觉得那感觉不一样 就是因为那个账号是比较粉丝 比较少 就是是小群的 嗯 然后我觉得会让我比较有 呃 相对自在 秘密社团的意思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就是 不是说 呃 如果是在学校好了 交友 我也是比较喜欢 可能一对一 或者是 就是小群体的那样子 我觉得这样子 会更自在 那 都可以了解到每一个 嗯 成员这样 可是如果是那种大群体 很多的人 你没办法了解到所有人嘛 那我相对来说 嗯 就会 比较 没有那么 万一有一天 他就是变成一个很大的 群体的人啊 那通常群 大群体里面会有比较活跃的 哦 对 那有些人可能就只默默的听 你们讲话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 歌迷通常会越来越像 他们喜欢的偶像吗 啊 是吗 因为他们喜欢你会模仿啊 哦 会想要跟你的样貌 或者跟你的举止行为 跟你的反应 频率越来越靠近啊 不是说那个宠物养久了 跟主人都长得很像吗 呵呵呵 对啊 那他们就会慢慢的 变成第二个 真的吗 对 2.0 3.0 韩飞 这样子 一直跑出来 呵呵呵 这应该是开心的吧 我怕他们会也都变边缘人 这样就变成 你可以组一个邪教 你就是教主 你知道吗 教徒自己来找你 边缘人群体 群体 对对对对 下一张专辑就叫这个 边缘人群体 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 因为现在的 类种这么的多 每个人被分众 或自己选择的分众也很多 对 并没有绝对说什么是 大家都一定要或不要的事情 对对 对吗 对我也觉得 是啊 是啊 所以我们来到了一个这么 以我个体为主的这个时代里头 没有过去那么多的 比如说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包袱 比如说老师对学生的包袱 亲人或者是亲戚朋友对你的 大家都可以选择自己要的那个样子去 对 活在这个社会上面 对 我觉得我们以前是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的 对对对对 只是说你们现在有了这么多之后 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告诉你们 接下来要长大的年轻人 或者之后会变成你们的年轻人 说你们其实可以更怎么样 然后这个世界或这个社会可以变得更好 或这个更美的事情可以被创造出来 我觉得就是你们的课题这样子 我们那个课题还在 我们那时还在对抗吧 就是我们会跟被告知说 你不能这样做 你要做什么 我们都是被选择比较多 那你们现在大部分都是自己选择比较多了吧 对 对啊 这是你们的幸福啦 对 对对对 但我觉得这也是变成我的一个课题 就是要怎么 呃多用创造性 就是创造力 或者是创意 嗯 然后或者是想象力去 可能不管是在完成作品 还是各个方面都去 创造说 呃一个蛮特别 不同于以往 嗯 你跟爸妈会聊这个吗 呃比较少 比较少 那你都聊什么 比较多是跟制作人聊 哦都是跟制作人聊 对对对 所以跟爸妈不聊这一件 这一类的事 音乐比较少 因为以前会跟爸爸聊音乐 但我发现 嗯 呃可能因为 我觉得音乐是蛮 有时候蛮主观的 那有时候 我们两个在沟通上 爸爸可能 跟我想法会不太一样 哦 对所以就以前会有一些摩擦 这个样子 你们会因为音乐有摩擦 会 常以前常常 哦 对就连这次选主打歌 爸爸的想法都不太一样 但后来有达成共识了 他想的是哪一首 他原本是比较喜欢 像可能星星小镇 熏小星小镇那种 比较抒情的 但我觉得 因为不同歌曲 不同曲风听的感受 不太一样了 对啊 但后来有达成共识了 嗯